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好了 垃圾桶终于送来了 乖乖 你干嘛推着垃圾桶 我要把这个垃圾桶给扔掉 以后我们可以把垃圾扔到里面 你干嘛把它扔掉 你傻了吗 多了个这么又脏又臭的家伙 多大风景 要他干嘛 那你不是没地方扔垃圾了 还是像以前一样扔在门口 等清洁宫来收啊 清洁宫一个星期才来一次 这些垃圾堆在门口时间长了会发臭的 藏那么多心干嘛 反正有人来收就行了 那就先暂时放我这儿吧 向日葵 早啊 小小先生 你也早啊 你们家可真干净整洁 瞧 多亏了这些垃圾桶 我能去你家喝口茶吗 当然可以了 没有了垃圾桶 我的家看起来漂亮多了 老八花 你这是准备去哪里呀 我准备去向日葵家做客 听小鸟先生说 向日葵的家可干净整洁呢 老八花 来我家做客吧 我家可比向日葵家漂亮多了 你跑什么呀 喂 你跑什么呀 你 哎呀 玫瑰花家臭死了 哎呀 玫瑰花家臭死了 玫瑰花家的垃圾熏死人了 这什么味道太难闻了 向日葵你赶快搬家吧 你的邻居玫瑰花家 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厂 又臭又脏 不行 我得去看看玫瑰花 这什么味道 怎么臭红红的 哪来这么多垃圾 玫瑰花 这不是你自己扔的吗 这个 没想到这么多天 已经挤满了这么多垃圾 都臭了 垃圾在太阳的暴晒下会发酵 肯定会有臭味了 难道你家不臭吗 我家当然不臭 我把垃圾都扔到垃圾桶了 垃圾桶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干净 垃圾一定要扔进垃圾桶哦 我能把垃圾桶再推回来吗 当然可以 走 我帮你 垃圾桶的作用这么的小巧